好 其實棒磊球是越來越有希望重返奧運 因為日前2020東京奧運球委會 推薦了5個運動種類 而棒磊球是排在第一選委 對 那麼我們的國際奧會執行委員 吳金國他就認為呢 只要沒有意外 就會是主辦國提出的項目為主 不過這一切都得等到 明年國際奧位執行委員會 8月投票決定 2020東京奧運最佳項目 將在明年8月 國際奧會投票決定 目前已經剩下棒磊球空手道 運動攀登 衝浪跟滑板 最後五項選擇 我國籍IOC執行委員吳金國 認為東道主到時候排位優先順序 棒磊球回歸奧運的可能性非常高 棒磊球 空手道 這些項目都在他的考慮當中 那當然最後他會 做他最後的一個建議 給國際奧委會的執行委員會 我們執行委會開會的時候 再來定到底哪一個項目 可以放在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 從2018平昌冬季奧運開始 2020東京奧運 2022北京冬奧 一連三屆奧運會都在亞洲舉辦 而且都是東亞地區 台灣可以藉由地緣關係發展競技實力 我們當然要把握這個機會 讓我們的選手都能得到一個最直接的訓練的機會 甚至到他們的國家去訓練 然後能夠帶動我們的體育實力的提升 讓我們對這個冬季運動會 下教育運會有更深切的認知 然後好的選手能夠出得來 舉辦奧運帶動當季經濟 提升國家競技水準 有時候奧運無形的力量比有形遺產來得更大 奧林匹克精神影響文化 推動民眾持續發展 改變成真 UDN TV 鋼蠻捷 楊玉欣 台北報導